当地时间11号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边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正。 李克强表示,中越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。 前不久,阮福仲总书记应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邀请成功访华,双方达成重要共识。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越关系,愿同越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, 巩固政治互信、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,推动中越关系稳定健康发展,实现互利双赢。 中方根据疫情形势变化、优化防控措施,愿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, 逐步增加中越间直航航班,更好便利双方人员往来, 并为越南留学生反华复学积极提供便利。 李克强强调,中方愿同越方积极推进海上合作, 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,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。 范明正感谢中方为阮服众总书记访华提供的友好接待, 表示越方始终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头等优先, 支持中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,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。 肖杰出席 催趋势 台搪 立ég 杀出席